当谈到穆斯林信仰时,我们常常听到圣战这个词,但它是否真的代表了穆斯林的核心信仰? 让我们探讨一下穆斯林应该强调宽恕的观点,而非过去主张圣战的立场。 穆斯林信仰中的宽恕观 在伊斯兰教中,宽恕是一个重要的概念。 穆斯林相信真主上帝是至人至数的,愿意宽恕那些真诚悔改的人。 以下是一些关于宽恕的观点。 日常祈祷,穆斯林每天都会不断诵念简短的祈祷词, 其中最简单的求述词是sacferl,意思是我祈求真主饶恕我。 即使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芝被认为是最伟大、最完美、最纯洁的人, 他每天仍不计其数的祈求真主的饶恕, 据布哈利圣讯集记载, 穆圣愿主福安芝每天祈求真主饶恕多达七十余次。 求述词,依马穆库图比在其《古兰经》注释中告诫我们, 祈求真主的宽恕吧, 的确,真主是至人至数的主, 他会赐予你恩典,增加你的财富, 赐予你子嗣,赐予你天堂的乐园和潺流的溪水。 总之,穆斯林应该强调宽恕, 而不是过去主张胜战, 真正的和解和理解需要互相尊重和爱心, 而不是仇恨和对立。